在贵州赤水的一片竹林里 竹叶飘落 气氛紧张 一场武林大战一触即发 黑衣人拿出暗器 竹笋 大侠拿出抵挡武器 一口大锅 呃 开始吧 好家伙 这画风转变得真快 不过这道春笋炒腊肉 看起来的确不错 实乃山中之爵位 好了 话不多说 带大家认识一下视频中的大侠们 在贵州贵阳 有三位80后年轻人 为了完成大学时的梦想 而历之年 他们辞掉原本的装修工作 成立了十大侠团队 开始忙于奔赴贵州深山里 练就独门绝技 将电影里所学习到的武功招式 与做饭相结合 独创武侠美食 吸粉无数 易阳指 龙溪水 林波微步 这些让无数男孩 着迷的武功招式 成为了这三位年轻人 制作美食的灵感来源 这个是还得从我们 在大学寝室里面 几个看电影开始 然后就看着这些大侠 打来打去的 行侠仗义的 他们吃什么呢 每次都在打 都不在看他们吃东西 所以就把这东西做进来 感觉弥补自己 看电影的一点缺失吧 今年33岁的刘军 在视频里常常客串 黑衣人角色 2019年11月 他辞去在成都的装修工作 回到贵阳 加入石大侠团队 就此与两位大学同学 开启了造梦之旅 就突然把他爱好 这种梦想的 这种激情给点燃了 知道吧 点燃了以后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们还需要人吗 跟着我加入吧 大家都是 之前都是兼职在做 只是后面把这种激情点燃了以后 越做越有干净 干脆 就好好地把这个梦给他做大 他一直就是 毁免又来年了 他就从赏面来到这位 然后写作团 毁免的畜商嘛 畜商的这位 由于团队人数少 所以每个人都肩负责多项任务 摄影加演戏 演戏加做饭 再加后期 现场无数次恩机 拍摄想法起争执 技术实现不了 对于非专业出身的三个人来说 这些是成为了每次录制视频的家常便饭 因为我们设备比较落后 我们平时 比如说掉一个锅那些 然后我们都用树枝 用笋子这样子掉 这样掉起来的 反正设备不先进嘛 然后都去图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 周颖在团队里除了担任视频主演外 还承担了美食制作的任务 对于平日里很少在家做家务的他来说 原本以为这只是个拍摄挑战 却没想到 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家庭地位 展现出来的那个菜品的话 然后肯定要在那个刀工啊 设置啊 这些方面 然后都很有要求 肯定会精致很多 有时候我在 假如做个菜 然后不好表现 反正我不好 不容易做出来 然后就在家 估计要重复做好几遍 本来是个家庭煮难的 变成一个主妇了 家里面的菜 然后基本上都是我在做 所以把老婆养胖了 驱车上百公里 到深山里寻找拍摄场地 一个简易的三脚架 架上价值几千元的单反相机 三人便开始了 为期多天的创作拍摄 从自学武功招式 到学习美食制作 再到钻研特效技术 虽然整个过程充满着辛酸与艰难 但是用三位年轻人的话来说 追梦就如学习武功招式 不经磨砺 何以称霸武林 三十出头一点 趁体力劳力 还能学点东西 赶快去学吧 就想我自己儿子两岁多 他们小孩也和我们差不多一样大 都是想做一个榜样 给自己的子女看 爸爸曾经努力过 不管失败还是成功